哈喽大家好,我是体面 刚刚又去购买物资了 买了两箱纯牛奶 还有一包肉 这个肉是150块钱 怎么这么贵 不过它这个一斤还是死 感觉也没有十斤 这个先不管 先说一下我的事 前两天就 给我妈找护工安排了 今天把这些物资再买了一点 明天就准备正式出发了 不过你体面地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怪象 就是发了两期 算是正正经营 就是很正常的 就是比以前的视频 算是比较正能量的视频 结果它掉粉了 你们说怪不怪 而平民区的也没有声音了 你们说它怪不怪 兄弟们怎么啦 他们明明口口声声说 赶紧找个工作吧 上个班呀 不要再摆烂下去了 赶紧找个工作吧 结果呢 体面地呢 准备找个 搞个快递 准备好好努力 上岸了呢 他们呢 反而消息的无影无踪了 你们说 你们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靠够声声支持正能量 结果你体面地搞正能量了 人没了 他还娶过女了 你们口口声声说 哎呀 不喜欢摆烂 摆烂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但是你拍出来 它就有波放量 你说 它怪不怪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你们能就不能给体面地一个机会嘛 体面地一些的努力改正 做正能量 更需要你们支持的时候 你们怎么反而取观 不支持 不品睿的呢 这是个什么事啊 真的 把我的聪明的脑瓜 哎呀 都搞偷了 都没想明白 你们是什么个想法呀 真的是 难道你们要 又要我 哎 继续摆烂 继续躺撕 继续把房间弄得脏乱差 难道这是你们喜欢的吗 哥哥们 你们说 你们究竟喜欢什么样子的 千万别口是心非 你们口是心非 弟弟是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弟弟是真的以为你们喜欢正能量呢 所以说 弟弟拍正能量 结果拍正能量了吧 又不支持了 哎呀 拍不正能量吧 你们又出来指责弟弟了 哎 弟弟呀 真的是 太难了 难道你们就喜欢看体验这样说 哎呀 兄弟们 太难了 又没有钱了 兜里只有十块钱了 这个怎么办呀 哎呀 体验低的房租又到期了 现在没有钱交不起房租怎么办呀 哎呀 房东老大爷下来了 怕我们交不起房租 要提前收租 要赶我们走 难道你们就喜欢这样的细品呢 还是说你们喜欢 哎呀 喝点好红牛 啊 血液里流的都是红牛 再去上个小网 哎 搞个通宵 你们说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的 弟弟给你们安排到位 安排到位了 你们就鼓励一下 不要在评论区评论负能量了 好不好呀 哥哥们 啊 弟弟很乖的 弟弟都照你们的要求去做 好不好呀 嗯 还有呢 就是弟弟明天要去济南了 弟弟身上的资金呢 哎呀 前两天花的也差不多了 再加上弟弟今天购买了很多的物资 别看这么一点点 将近三百块钱 所以说弟弟太难了 兄弟们 太难了 这样消息是真不行了 所以说 弟弟是不是听你们的话 然后找个班 经常上班呀 但是弟弟是真的想跑外卖 怎么办呢 啊 兄弟们 你们说 啊 一天天的 我早就看透你们了 啊 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啊 什么样才能引起你们的兴趣啊 弟弟 心里面啊 不能说百分之百拿捏 但是啊 也知道 所以说啊 哎 你们口口声声支持正能量 喜欢正能量 劝人家去上班 劝人家好好工作 等人家真真真真的好好工作了 好好上班了 做个真正 紧紧老老实实的藏口了 你们反而就消失了 因为什么呢 啊 你们问一下自己 因为什么呢 有些话啊 弟弟不想说的太明白 啊 当然了 这只是一小部分人啊 啊 嗯 好了 今天不给你们扯这么多了 嗯 弟弟呢 现在回家了啊 把这个肉啊 什么的 搞一搞啊 弄一小块 一小块的 放在冰箱里 啊 大家把家里 该收拾收拾 明天出发 济南 来为 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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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